我對包的那種上癮的程度 就像男人對錶的感覺吧 楊承麗在那又有品味 很懂我買包要盡她同意 微風男生 露愛被改年點開幕 身為體態愛好者 楊承麗也出席搶先開關 我發現我非常熱愛用包包 做入門的單品 我有他們的各種手拿包 還有中間有一段時間 很流行的後背包 我算是擁有非常多 他們不同種的包款的一個場客 而且我一定會注意顏色不可以重複 保守估計 包包含品牌曾經送過我的 應該有十根吧 所以妳會不會想包色嗎 我覺得包色的話 要經過媽媽的統一 雖然我已經早這麼大了 但是我買東西還是會稍微 注意一下媽媽血壓的狀況 我媽說妳的包包都背都背不完了 我說妳不懂 我說我今天穿得再樸素 但我背一個很好看的包包 基本上我就贏了 但我要贏誰 只是去吃個飯而已 有時候妳會覺得 突然間放鬆的時候 就會想要用物質來證明自己的辛苦 往往買包包好像會是我第一個念頭 情人覺得說會暗示難過 賣個包 因為我其實從很小就開始自己賺錢 真的有什麼東西自己買就好了 可是當然貼心的男生 有時候他們就是會不自覺突然間 天外飛來一個包 也很開心 因為這包送禮的是妳喜歡的 妳說誰是現在這個人嗎 因為這問題很廣 因為這問題很廣 他現在這個人算很廣 哈哈哈哈 都是我喜歡的 他很有品味 很懂我 不行 我怕他會不會 我怕他會不會 沒有 我怕他會不會 我怕他會不會 我們う一個牛奶